讲的这个生态系叫沙丘生态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并没有真正的沙漠 那沙丘这个环境它是在海滨 然后领海嘛 所以海风会吹过来 那海风吹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这边不会降雨呢 因为它必须到内陆一点 遇到山它才会降雨 所以这边虽然领海 但是雨量会比较稀少 再加上这边主要是沙子 而沙子的保水能力很差 所以就算落雨了 雨掉下来也很快又流掉了 所以这边土壤少 沙力多 水的保持能力差 所以会偏干 再加上海风不断的吹拂 而且海风是带着咸味的 所以沙丘其实蛮恶劣的 又干风又强 然后同时偏咸 所以这边的动植物 当然就比较少 那植物呢 通常是一些耐旱耐延的 冰海植物 例如什么 从马拉 文猪兰拉 马安腾拉 零头等 那这边动物也少了 因为这边环境恶劣 那我们看 这就是文猪兰的照片 果然是冰海植物 文猪兰 这个是马安腾 它有点像是那个牵牛花 你看它的花也蛮像 可是它的叶子 是不是像马安一样 马安就是趴在 那个 放在马的背上 可以坐上去 那个马安 所以叫马安腾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 冰海植物的代表 就零头 刚刚的植子蟹 就趴在零头上 这是它的果实 叫零头果 那零头的 那个叶子有刺 所以早期 它在海岸边 大量种子零头 零头可以长很高 然后写个很厚的零头铃 可以来防水鬼 它就可以避免 不相干的东西 进入或出去 这要零头 好 零头讲